大家早安 欢迎收看今天民国112年 也就是西元2023年的1月3号了 已经是2023年了 欢迎收看今天的忍者无敌 大人哥早点名 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新春新年的特别版 那因为相信去年 大家过了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一年 因为全球股市包含美股台股 全球股市崩跌是重挫的 那因为特别有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可以跟中市一起合作合作 所以我们会在12月的 每天早上8点有开盘的时间 为大家做一些盘前的提醒的解析 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投影片 来我们从今天开始 会帮各位同志们解析 重要的经济数据 还有全球的股市脉动 然后呢另外的话 我们会有台股的技术分析 跟产业趋势的解析 那另外的话我们会帮大家解析说 那这盘面中哪一些 有一些特别的个股 包含强势的股票跟弱势的股票 那另外的话呢 今天会有一个不定时好康分享给大家 那我们节目放到最后 再来跟大家做分享 那你知道 请现在目前手上的个股 今年2023年的获利的状况是什么吗 那我们等一下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那因为其实 我们先从美股开始好了 因为我们修下修了两天三天嘛 那包含了美股的部分的话 其实他们昨天也是休假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全球股市的状况 那我们先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的YouTube频道 会有更多更多的资讯分享给大家 那包含了像是期货 包含像是股票 甚至像是一些 指标的运用 跟教大家做一些相关的结税 像是二代健保的补充保费 然后甚至教你用 怎么样用台积电 来赚除息行情 是用股票期货的部分 然后另外的话 你有需要跟我做相关的互动 你可以在LINE的部分 跟我做更 就是加我的LINE 然后跟我做更多更多的互动 的洽讯 比方说这是某一天 那我们有 我会跟我们的粉丝 跟我们投资朋友 做LINE上面的一些相关互动 那这是某一天的 我问我说某一档股票嘛 然后我就说 这档个股已经是充分了 反映了它今年 应该说2023年的 获利的预估了 所以结果没想到隔天 就竟然是大跌了7% 这档个股的话 是6245的利端 所以你可以用LINE的方式 跟我有更多更多的互动 的讨论 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 美股的部分 那因为其实如果就 整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我们的礼拜五 那也在 也就是美国的礼拜五 跟礼拜六的清晨的时间 是他们的收盘 也就是我们的封关日 那因为如果就 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2022年的 最后一天的台股的话 竟然是一个开高 然后呢原本大涨了100多点 可是尾盘的话 有一些压力卖压下来 所以你会看到 礼拜五的台股的部分 是中场是下跌了52点 那美股的部分的话 是在开低 算是一个重挫开跌之后呢 然后竟然是一个拉尾盘 那中场的话 是一个小跌的一个状况 然后呢 道琼指数的话 是下跌了0.22% 那下跌的 下跌的幅度来说的话 其实不算多 那因为他们是 拉尾盘的一个状况 那另外的话 NASA的指数 是下跌0.11% 然后呢 肺半的部分的话 是下跌了0.11% 所以整个美股的话 是用一个开低 然后走高 那台股的部分 是用一个开高走低 那但是不管怎么样 它就是2022年的 最后一天的封关日 都已经过去了 可是你如果反映一下 就是回顾一下 整个2022年 我相信大家是 整个一个操作部分 是辛苦的 那为什么会这样 辛苦的原因 是因为在通膨 持续高涨 然后呢 甚至像是景气衰退预期 甚至像是企业获利预估 有点像是 最好从高峰到一个 缓跌这个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代表的是 现在目前的一个 全球的股市跟全球的景气 是在一个比较属于低迷 甚至像是一个比较打底的过程 所以2023年 我觉得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反而应该是说 可以好好把握 今年度的一个行情 那为什么要这样说 的主要原因 就是因为 其实最坏的状况 就在去年都过去了 我很老实说 其实今年的行情 今年的景气 不会好 可是呢 如果就一个股市的表现 来说的话 它有机会去提前反映 这个股市的衰退 或股市的下滑的部分 所以通常股价的一个表现 都是优于大盘 或者是领先 领先景气 去做一个复苏的部分 所以如果就今年的行情来说的话 你可以好好把握今年的行情 那所以我们今天 今天特别帮大家提醒一些 相关的操作的重点的部分 那这是美股的四大指数的 NASA的指数 然后这是我们的 台股的价权指数 然后呢 这是新台币汇率的部分 然后呢 这是台积电的股价的走势 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第一天播出 所以我可能会花多一些些的时间 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现在目前的一些相对的看法 那如果在NASA指数来说的话 其实美股 我很老实说 到目前为止的话 科技股依然是在打底的过程 那在打底的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你看台股 要能够有 自己要有表现 那不太可能的 那因为我们毕竟台股 还是比较偏向于电子股 尤其是电子全支股 占了权重 是非常非常相对重的一个部分 所以在台股的部分来说的话 在我自己节目里面 我也跟大家说过 如果要直接往上 不好意思 没有机会 可是呢 如果在这边去做个打底的话 这个是现在目前 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方向 因为上次在大盘跌破了 14400点的那个整数关卡之后呢 那大盘的一个整理区间是往下移动的 那你会发现说 怎么会台股现在目前还守在了 这个是黄色现实际线之上 然后呢 这是美股NASA指数的话 竟然是跌破了月线和际线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黄色和绿色的部分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档 那这个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的部分的话 因为其实在前一阵子 巴菲特他公布他的持股的 明细的时候 赫然发现他竟然 巴菲特的伯克夏海瑟威的控股公司 竟然买进了台积电 所以那次的台积电的话 有发现吗 从这边开始 就是在11月底的时候 竟然有往上跳空 在跳空的方式 让这个大盘也突破了 这个季线的部分 附近往上去做跳空 可是呢 随着全球股市的一个 整理的过程之中 所以我们台股也跟着往下 就是跌破了月线和 跌破了月线 重新回来到13800点 到14000点的这个整数关卡 到14400点这边 去做一个相形的整理的部分 那在目前的整理的过程之中 他必须要去做一些相关的消化 那消化什么呢 当然是消化 现在目前的一个 比较属于低迷的景气 甚至是说在消化 现在目前全球的 全球在反映明年的 获利的预估 会是做下修的过程 可是在下修的过程来说的话 我们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新台币汇率的部分的话 竟然是可以 算是一个相对持稳的过程 因为如果就整个在 10月份的行情来说的话 那时候的新台币汇率 贬到了去年的 去年2022年的相对的低点 是32.345对1美元 然后呢 可是随着所谓的景气 就是通膨趋缓 甚至像是全球的资金 重新回到 那个整个股市上面来说的话 其实会发现说 其实新台币汇率的话 也有比较属于那种走升的过程 那最高一度到了30.439 那如果大家印象还深刻的话 那时候的杨金龙杨总裁 他竟然还跟大家说明说 你如果在那个时间点 去做一个存美元的 这样一个动作的话 你很有可能会有 就是赚到了利息 可是却赔了会差的 这样子一个问题发生 所以他竟然用这样的方式 来去做说明的话 其实就可以预估说 其实新台币的汇率的话 不会再像过去那样子 一个大幅的走扁的过程了 所以现在目前的 一个新台币汇率的话 在封关日的话 是30.7对印美元 那如果你可以看到 整个大方向来说的话 到目前为止的新台币汇率 会是比较属于一个 持平的一个震荡的过程 那回来到台积电的部分 我刚刚前面 刚刚讲了一部分台积电 那现在的话 跟大家说明 比较清楚一点点 因为到目前为止的话 你如果看一下 上个礼拜六 也就是每个星期六 公布的吉保股权分散表 是吉保公司 他公布出来的 等于是算是一个官方的数据 他会把每一档持股的 股东人数都公告的 非常非常清楚 所以在上个礼拜六的 吉保股权的分散表的时候的话 你竟然可以看到 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竟然创下了 146.7万人的新高 那我很坦白的讲一句话 目前为止的台积电的 基本面没有任何的问题 他的先进制程 依然是看好的 像上个星期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台积电在 他的南科厂的 这个记者会上面 也有说 我们的先进制程 3奈米的先进制程的 粮率已经是 跟5奈米是一样的 所以他有点像鼓吹 他的客户 往3奈米那边去 做一个靠拢的动作 可是呢 也随着台积电的 基本面是好的 或者是说 有太多太多的 新闻也好 媒体也好 告诉你说台积电 好很好 台积电好棒棒 然后呢 结果有太多太多的 我们的股东 我们的散户的投资人 去做一个买进 这样的动作 那当然他这个月 1月12号 就会召开他的 1月份的 第一次的法说会 那我觉得依然是看好 台积电的 基本面的成长 但我要讲的 一个重点 就是说 因为现在目前为止的话 因为台积电的 散户的投资人 散户的股东 实在是太多太多了 所以到目前为止的话 我觉得台积电的 一个整理的过程 恐怕要整理 比大家心目中 更久一些些 所以这是现在目前的 一个整个大盘的 一个方向的看法 那今天是1月份的开盘 然后呢 因为其实1月份的 1月份的 交易入宿的话 其实相对少 也只有11天而已 所以我们会在 每天每天早上的时候 跟大家做一些 相关的重点的提醒 那我们先看一下 今天的重点提醒的部分 因为我们还有 两分钟 三分钟就要进广告 所以先跟大家做一个 快速的提醒 台股在万事封关 全年的话是下跌了4000点 那外资的话 是最大的卖超 卖超了1.2兆 创下了有史以来 最大的卖超的幅度 然后呢 美股也创下了2009年的 以来的最最惨的跌幅 那1月份开始 包含像美股跟台股 重新恢复交易 你可以留意一下说 外资买盘 能不能在这边去做一个 归对的这样子一个动作 那如果外资回来买 他们通常都是买一些 属于大型的全值股的部分 那就有机会让这个 现在目前的一个 台股的指数 在万三 13800点到14000点 这个整数关卡 有机会去做守得住 然后呢 开始迎接所谓的 元月份的行情 跟所谓的红包的行情 那这元月行情 跟红包行情 要去怎么样去做看待 怎么样去做选股 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 做一个相关的说明 那我刚前面有说到了 台积镇的股东人数 创下了历史新高 他的 法师傅会会在 1月12号去做召开 那目前的状况是 全市场的一些 相关的法人 都已经看说 有机会 半导体的一个景气 半导体的类股 景气落底 然后呢 个股的一个走势 已经比较属于 抄跌这个过程 那外资的满盘 如果可以在这边 如果归队的话 会对它的一个 后续的走势 是一个比较偏多的 一个看待 可是我也常跟大家 说一句话 就是说 你买其他台积电 我很老实说 还是没有所谓的 资金的效益 因为它的每年 每一季的配息 就2.75元 可是你去换算 那个殖利率来说的话 其实大概 就2%多一点点而已 有太多太多的 2%以上的殖利率 的公司跟个股 甚至像是债券 都可以 是会变成是一个 大家可以说一个 选股的方向 那这个星期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 美国的消费性电子展 7ES会在1月5号的时候 到1月8号的时候 是用恢复实体 去做一个开展 这样一个部分 那这个星期的话 所以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消费性的电子的一个 能不能在这边 做一个打底 回稳这样的动作 然后呢 另外的话 做梦行情持续中 那做梦行情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 上个星期 你会发现说 其实有很多的个股 都是 我觉得这样子 讲好了 因为他们没有 没有所谓的营收 跟获利的数字 去做支撑 可是现阶段的一个状况 却是有 非常非常多的 内置的资金 去做一个买盘 去做挹注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像是军工也好 或者像是 像是生计也好 那这个时间点的话 都是比较属于内资 再去做一个 主导的过程 那另外的话呢 有一些相关的一些 连叠27周 SFI总算上扬 然后甚至像是 封关倒数11天 聪明投信 正在做的事情 甚至像是 解封受贿的股票的话 我们会在下一节 跟大家做相关的说明 好 欢迎我们回来到现场 这是大人哥早点名的 后半段的部分 那我们一样看这个好了 因为刚刚讲到一半 就是我们现在目前的 早点名的部分的话 会在每天早上八点 就是有开盘 台股有开盘的时间点 帮大家做相关的解析 那这是今天 要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的部分 上半段的部分 已经跟大家说明过 其实今年的行情 我们自己在预估是说 因为其实今年的景气 依然是不会好的 可是呢 如果就个股的表现来说 它会优于景气 甚至是优于整个台股的行情 去做一个复苏的过程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上个星期 在大盘在收盘的 收封关的时间点的话 当然指数是震荡的 可是呢 有一些个股 在上个星期的时候 已经有持续在 走扬创高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比较偏向于 做梦的行情的股票 那上个星期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雷虎啦 或像是八冠啦 这些相关的股票的话 都是大盘这边 比较强势的个股 然后呢 甚至在大盘轮动的过程之中 你会发现说 在生计类股 也有一些相关的 所谓的资金轮动的过程 而且这些相关的股票的话 他们都是比较偏向于 所谓的内资 尤其是比较属于 本土资金色彩 比较浓厚的色彩 去做一个蜡台 这样的动作 那到目前为止 我们只能预估说 那从今天开始的话 外资的买盘 会渐渐去做一个归对 这样的过程 可是呢 其实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一月份的行情 也只有11个交易日而已 所以就现在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要留意一下 所谓的做梦跟做账的股票 先去做一个留意 那另外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提醒 是说在连叠了27周之后 SCFI 那这个指数 也就是上海集装箱的 运价指数的部分的话 总算上涨了 那这个指数呢 其实对于我们 现在目前的货柜航运 有比较息息相关的过程 那因为其实在过去 可能大家有经历过 所谓的航海王 货柜山雄 长榮阳明万海 是属于飙涨那个年度 但我会告诉大家说 不好意思 从现在开始 没有这种行情 现在的开始的话 货柜山雄 或者像是航运的股票 甚至像是原物料的股票的话 都会比较变成是 叫做是景气循环的股票 那景气循环的股票的话 你就必须要留意 他们的报价 那如果以货柜来说的话 因为它真的是连叠了27周 所以说2022年 几乎是全年度都在下跌 那现在目前的话 如果它是一个直稳 去做一个反弹的话 你就可以期待 整个货柜航运的反弹的行情 那等一下我们会 跟大家做相关说明 那倒数的封关11天 投信正在做什么呢 我等一下跟大家做相关解析 然后另外的话 解放社会 投信正养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 一些像是观光啦 餐饮啦 像是上礼拜的美食KY 跟八方云集 都有创新高的这样一个表现 那我们现在跟大家说明一下 所谓的SCFI 或者是说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你该看什么样的报价 所以这个是在上海的 出口集装箱的货柜 运价的指数 那你这个指数的话 你可以直接用Google去查到 因为这是每个星期五的下午的时候 上海的航交所 他都会去做一个公告 那因为如果就整个去年度来看到的话 你会发现说 其实去年度的这个运价指数 几乎是跌全年 然后连跌了27周的话 总算在这边做一个回稳了 那你会看到指数在 应该说它的景气 或者说它的一个指数 再去做一个打底的过程来说的话 你会发现出说货柜三雄 从阳兵万海 他们并没有在这边去做一个破底的动作 而是他们的股价 是已经是先去做一个打底的动作了 所以这个观念的话 其实就刚刚我前面有说到了 今年的景气不会好 可是呢 个股的表现不一定会差 原因是因为有太多太多的公司 产业 所以各股都已经是领先提前去做过一个反应的 这个景气不好的这个过程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 如果就这个礼拜的话 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航运的股票 尤其是在货柜的货柜三雄的部分 那散装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BDI的指数的报价 那这些报价的话 也都会在网络上面 你可以去很轻松的Google的到 那如果当所谓的景气循环股 他们的报价运价 是做一个回稳的过程来说的话 其实你就会发现说 其实这些相关的股票 都会有领先打底的这个一个过程 所以这次我就跟大家讲一个 你可以盘中留意的一个方向 那投本比的部分的话 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没有太多时间跟大家做说明 可是之后的话会帮大家去做一个相关的留意 因为投本比是 我这样讲好了 你会看到任何一个节目 都是用投信的买卖操的排行 来跟你看投信在做什么样的股票 可是我们节目会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可以透过的投信的投本比的状况 也就是投信买操的排行 然后呢占他的一个股本的比重 那你就可以更可以清楚的知道说 投信买这档个股 它能够影响到这档个股有多少 所以你会发现说 其实在上个礼拜五 就是在封关最后一天 那投信在买什么 他们在买尹薇 他们在买四星KY 他们在买狐连 他们在买玉太 智琴 然后熊师 保林附警上尾投控跟保瑞跟长盛 那这些相关个股的话 其实你可以留意一件事情 你发现这边有没有发现 这里4162 然后呢这是谁 6472 这是长盛 6712 甚至像是保林附警 那个是1760的保林附警 这前面的十档股票里面 就已经有四档的个股 和生计有相关 也就是表示说 投信正在做一件事情 是他们在 除了在做所谓的 作战行情之外的话 他们也在默默的 新的布局 2023年的第一季度的 任养的股票 他们在认什么 他们在认非外资的 非全职的 然后呢再认一些 比较小型股的 他们可以去做影响的 那这些股票的话 就像刚刚前面说到的 像是生计也好 像是军工也好 这个时间点的话 是他们正在去做一个 琢磨的个股的部分 那另外的话呢 胡联是车用连接器 那因为它有 它有切入到 电动车的那块 所以车用的部分的话 也是你可以留意的部分 那另外它6515的尹威 是探针卡高阶的封测 高阶的封装 探针的需求的话 这个也是今年的半导体的 依然有成长的动能的地方 然后呢 玉太6679的玉太 它是在IC设计 它是主要是做升学元件 所以IC设计的话 有一些个股 也有一些落底的这样的现象 解封受惠的雄师 那你可以稍微留意一下的部分 好 这些相关的个股的话 我们有机会会跟大家做 比较深入的解析 那因为今天我们是第一集 那有太多太多 要资讯要跟大家做分享的地方 好那投本笔的部分的话 大概看到这边 那我觉得后面的部分的话 还是跟大家说明一件事情 就是现阶段的大盘的加薪指数 会是一个比较偏整理的行情 因为毕竟虽然 从1月开始 外资会渐渐的回来归对 但是外资我相信 他们不会做一个大幅的买超 因为毕竟不是台股所说的算 而是比较偏向于 所谓的全球资金的移动的过程 所以在全球资金的移动的过程来说的话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看 核实的美股科技股 能够去做回稳 不好意思 你就只能看大盘的台积电 跟联发科 什么时候能够去做一个回稳 联发科 我认为它很便宜 可是呢 便宜不是我们说的算 因为外资这个时间点怎么样看联发科 他给他 如果只给他十倍本益比好了 那其他的相关的IC设计的股票 不好意思 你就别想要 享有高本益比的部分 可是如果哪一天的外资 重新回来买联发科 或是重新回来买台积电 那相关的半导体 IC设计的股票的话 就会重新接棒演出 去展开他的资金 跟所谓的比价的行情 所以这个时间点的投信 正在做一件事情 就是他们在任养新翼这个季度的 2023年的新翼的季度的股票 就像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 那时候在买什么 在买天狱 从11月开始买 1月开始买 2月继续买 结果带来所谓的一波的天狱 就是那时候的 驱动IC的一波的一个飙涨行情 他那时候从四五十块 一路飙到了快四百块 那到大概接近10%左右的时候的话 再把他的那一波的行情把它走完 甚至像是省准的部分 也是像从无到有 那样还深刻的话 去年的1月 他从开始买的时候 一路飙到了200块 也就是大概有翻倍这样的行情 所以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 你反而应该去做一个 投信的持股的比重的留意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可以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的股魔力的APP 那这支APP的话 是我们自己独家开发 可是这个因为真的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机会 之后再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跟说明 那你可以把你任何一档股票 都把它放到我们的APP来 然后呢 这个APP的部分的话 它就可以带所谓的精准的买卖点 那这个买卖点的部分的话 它就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做一个呈现 那这个是我们的手机的模拟的画面 比方说这个是雷虎 那雷虎的话 它是在10月的中下旬 大概11月左右的时候 那个20元的地方出现了买点 然后呢 到了最新的股价的话 到了40块的地方 它的整个波段的涨幅 是翻一倍的这样的过程 有机会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说明 那另外的话呢 在那个八贯的部分 1342的八贯 也是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因为它是军工受惠 它有切入到防弹衣防弹背心的那块 所以它的整个买进的那个买点的部分的话 是在75 75.9到76块左右 那到了上个礼拜五 封关日收盘的那一天的话 它是131块 那有机会 我们会直接跟大家做 比较深入的详细的说明 因为时间剩下最后的两分钟 那我们跟大家说明一下 我们今天帮大家去做独家分享的这个 那你可以在我的LINE和Telegram 直接把它去做一个免费下载 这样的动作 那这份报表 我们是用Excel 帮大家去做一个设计的 因为这份Excel报表的话 我们帮大家去做 去年2022年的个股的 获利的预估 就是所有的法人 跟所有的研究报告 我们帮大家统计之后 帮大家去做一个相关的预估之后呢 再帮大家去估 2023年也就是今年 那我相信应该有蛮多蛮多的人 想知道说 你现在目前手上的持股 到底今年的一个获利的状况是什么 那比方说好了 长荣 我们刚刚前面说到长荣 它在礼拜五收盘的时候 163块 因为它去年的EPS的话 高达161块 所以呢 其实去年的行情来说的话 是一个获利最好的一个年度 可是如果回来到 今年的2023年的时候的话 这个走势 这个预估数就有点比较分歧 有人估最好最好的话 是85块多 可是最坏最坏的时候 竟然有人估 它是一个 也是一个转亏损的状况 所以整个一个景气的状况的话 是竟然从161 然后跌回来到 大概只有31到32块 这个平均的获利的水准 所以我刚刚前面跟大家说到了 长荣 你不能再看它今年的获利 你必须要回归 所谓的景气循环的部分 那景气循环 就会是景气循环股的一个操作的方式 然后另外的话 我们可以跟大家稍微做一个分享提醒的 就是在台积电的部分 因为台积电去年的一个获利是38.75元 这是法人的共识 可是如果就今年来说的话 今年我们自己在看一些相关法人 跟研究报告预估的时候 它大概就只能差不多接近37块左右 可是这个37块并不是它是衰退的状况 而是它是因为会对的关系 所以有一些相关的内容 跟相关的报表的话 我们都会在之后跟大家做相关的提醒 那这份报表 独家分享的这个上市归公司的法人预估表 我们就直接分享在我们的LINE 跟Telegram分享给大家 那这是今天早上的 当然歌照点名忍者无敌 好 那我们就明天的8点准时 跟大家做线上的相会 以上跟大家做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你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888 谢谢大家 0800-66-8085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1个草参考 4个草参考 推荐使用 Beans